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玩 空调用年数长了,一季的时候 铜管轻尘异味就憋了 为什么铜管会憋呢? 一般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年头长了,铜管变硬 再一个是现在的铜管管壁很薄 这么看很明显 以前的老铜管管壁厚 管壁越厚,微的时候越过容易憋了 再一个是现在的铜管 还铜链,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可能添加的别的东西 所以铜管很容易变硬 因为以前拆过一些老空调 用了二才十年了 那么老的空调 拆完以后铜管还是软的 最主要的是它那个铜管颜色 有点发紫的颜色 就是所谓的紫铜嘛 现在的铜管都发黄 特别明显 如果是紫舌的 那种铜管就很软的 可以说用过几十年依然很软 但是现在都是这样的铜管 这个铜管还是原厂的 原厂的铜管 管壁更薄 可能还没有你后来买的厚 所以空调安上了 只要用了一年多 再拆下来这个铜管 轻声一微就憋了 这还是九个的铜管 如果是十六十九的 更憋题了 那么有没有好的方法 让它微不憋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看这个地方 很容易就憋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种方法 让它微不憋 什么方法呢 比如说咱们要在这个地方打个弯 那么现在咱们就要在打弯的这一段 给它加温 加温的作用是为了让铜管退火变软 干空调维修的一般 都有这种小气汗 如果没有的话 用喷火枪也可以 只要给铜管加温 它就会变软 用火把铜管给它烧红 烧红以后就退火了 这火力特别旺 一烧就红了 特别明显 烧完以后等它自然冷却 或者用水给它降温都行 现在铜管已经凉透了 咱们喂一下 看见没有 轻轻一喂 就喂冻了 也不会憋 很软和 很软和 特别软 完全没问题 这个地方是烧过的 这个地方是没烧的 没烧的 特别硬 一下就憋了 烧过以后冷却了 要立马喂 要不过一会就要变硬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